60-64岁癌症高发,两个原因很难避免,退休人尤其值得警惕。 刘大爷今年63岁,自多年前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 一直过着悠闲的生活,可是他年轻时忙于工作, 经常熬夜加班,还有着长期吸烟和饮酒的习惯。 尽管退休后生活节奏放缓,但多年的不良生活习惯, 似乎已悄然在他的体内埋下了隐患。 最近几个月,刘大爷开始感觉身体有些不对劲, 时常感到疲惫不堪,食欲也逐渐下降。 起初,他以为是年纪大了,身体自然衰退的表现, 并未过多在意,而这些症状非但没有缓解。 反而日益加重,在家人的催促下, 刘大爷终于决定去医院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 检查结果如同晴天霹雳, 刘大爷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这一消息让全家人都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与悲痛之中。 医生在详细询问了刘大爷的生活习惯后, 指出其长期吸烟和不良的生活方式是导致癌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近些年来, 有关数据显示,60到64岁的人群是癌症高发群体。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60到64岁的老年人群体成为癌症高发的年龄段。 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可以归纳为生物学老化和长期不良生活习惯两大类。 一、生物学老化。 生物学老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生理过程, 它体现在人体各个层面的变化上。 而在60到64岁这一年龄段, 细胞和组织的自然老化尤为显著, 成为癌症高发的重要生物学基础。 细胞分裂和增值的能力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减弱, 而细胞凋亡及程序性死亡的比例则相对增加。 这一过程导致了组织结构的改变和功能的衰退。 特别的, 干细胞功能的下降使得组织修复和再生的能力减弱, 增加了细胞损伤积累的风险。 细胞在每次分裂时, 它的DNA都会面临来自身体内部如自由基和外部如紫外线, 化学物质的各种挑战和损伤。 然而,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身体修复这些DNA损伤的能力, 也就是DNA修复机制, 却变得不如以前高效了。 这导致了许多DNA损伤没有被及时修复, 逐渐积累起来。 如果这些DNA损伤长时间得不到处理, 它们就可能引发基因的改变, 也就是基因突变。 这些突变有时会促使正常细胞转变为癌细胞, 进而促进癌症的发生和发展。 有趣的是, 尽管细胞衰老本身被视为一种防御机制,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肿瘤的形成, 但根据细胞信号等权威科学期刊的研究, 那些长期未得到解决的DNA损伤和不断积累的衰老细胞, 却可能最终成为滋养癌症的土壤。 2. 长期不良生活习惯 除了生物学因素外, 长期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导致60到64岁人群癌症高发的重要推手。 这些习惯往往源于年轻时的不当选择, 并在长期积累后显现出严重后果。 比如说, 吸烟是导致多种癌症, 如肺癌、口腔癌、喉癌等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烟草中的有害物质能够损伤DNA, 促进细胞癌变, 长期吸烟者即使在老年戒烟。 其体内已积累的损伤也可能导致癌症的晚期发作。 还有酒精, 它是另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致癌物质。 过量饮酒会损伤肝脏等器官, 引发酒精性肝病, 进而增加肝癌等恶性肿瘤的风险, 而且酒精还可能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 降低身体对癌细胞的防御能力。 所以60到64岁之所以成为癌症新发病例的其中一个高峰, 可能主要还是归因于上述两个难以轻易规避的因素。 加之退休人员所处的特定阶段, 使得他们更应加倍提高警惕, 以防癌症的悄然侵袭。 退休, 标志着职业生涯的结束, 也预示着个体生活节奏与日常习惯的改变。 这些变化如同一把双刃剑, 既为退休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闲暇, 也悄然间对他们的健康, 尤其是癌症的防范意识, 构成了严峻挑战。 科学研究与统计数据明确指出, 退休前后生活方式的转变对癌症风险具有显著影响, 在之期间, 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往往迫使人们采取便捷, 却未必健康的饮食方式。 如频繁光顾餐馆或依赖外卖服务, 这些食物往往高盐、高糖、高脂肪, 长期摄入可能会增加了罹患癌症的风险。 而退休后, 尽管有了更多时间自行烹饪, 但缺乏合理规划与动机, 反而可能导致饮食结构更加不均衡, 进一步加剧健康隐患。 运动习惯的变化同样不容忽视, 工作时的日常活动如步行至办公室爬楼梯等, 无形中为身体提供了必要的锻炼, 然而退休后生活节奏放缓, 加之缺乏明确目标与动力, 许多人逐渐减少了运动量。 这不仅导致身体机能退化, 也容易食免疫系统功能受损, 为癌症细胞的滋生与扩散提供了温床。 另一方面, 退休还伴随着深刻的社会与心理转型, 从职场中的核心角色转变为家庭或社区中的普通意愿。 这种身份认同的变迁往往伴随着社交圈的缩小与孤独感的增强。 长期的心理压力与负面情绪如抑郁与焦虑, 已被广泛证实能够削弱免疫系统的防线, 从而增加癌症的发病风险。 那么, 如果想要远离癌症,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首要的认识是, 癌症并非不可抗拒的命运, 而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进行有效预防的, 通过采纳一系列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 我们或许可以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 保护好身体健康。 在预防癌症的策略中, 定期体检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如同一张精密的网, 能够捕捉到身体内部的微妙变化, 特别是那些可能预示着癌症的早期信号。 对于60到64岁这一癌症高发年龄段的群体而言, 定期进行全面的体检尤为重要, 如包含血液分析, 影像学检查以及肿瘤标志物筛查在内的全面体检, 对于癌症的早期发现和治疗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具体而言, 我们建议60到64岁的人群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涵盖血压、血糖、血脂、肝肾功能等基础健康指标。 此外,根据个人健康状况和家族病史, 还应进行针对性的癌症筛查。 如有肺癌家族史的人应接受低剂量螺旋CT检查, 而截直肠癌家族史的人群则需进行粪便前血试验或截肠镜检查。 对于女性、乳腺、宫颈及妇科的定期检查同样不可或缺, 而男性则应关注前列腺健康。 定期进行PSA检测和前列腺B超检查, 饮食与癌症之间的紧密联系已得到广泛认可。 不良的饮食习惯是癌症风险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均衡、多样的健康饮食则能有效降低这一风险。 对于60到64岁的人群而言, 保持合理的膳食结构尤为重要。 我们应鼓励增加新鲜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 这些食物富含抗氧化剂。 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等有益成分, 有助于抵御癌细胞的侵袭。 具体而言, 每天可以摄入约400颗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 让身体获得全面的营养。 同时, 应减少红肉和加工肉的消费量, 这些食品与节脂肠癌等癌症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 相反, 应适量增加鱼类、 禽类等白肉的摄入, 以提供更健康的蛋白质来源。 除了饮食和体检外, 避免环境中的有害物质暴露也是预防癌症的关键一环。 环境中的污染物、 化学物质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都可能增加癌症的发病风险。 我们应尽量减少在污染严重环境中的停留时间, 如雾霾天气时减少外出, 或佩戴口罩以保护呼吸道健康。 即便是到目前为止, 癌症依然是一个让人痰之色变的疾病。 因为癌症的治疗难度较大, 因此一定要抓住早期的症状。 那么癌症早期会有哪些症状? 不同癌症早期症状有所不同。 第一, 胃癌。 胃癌患者会表现出消化不良的症状, 而且情况较为严重, 出现也比较迅速。 这类患者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吃饭没有胃口, 饭量较小, 还没有吃多少就感觉肚子非常撑, 很难受。 一段时间之后会明显发现体重下降的现象, 也有一些患者会在短时间之内出现胃痛的症状, 有些可能是刚刚出现, 有些情况要比以前更加严重。 而且症状跟发作时间, 跟以往有很大区别, 即便吃止通药都没有效果。 第二, 食道癌。 由于饮食习惯不当, 近些年来食道癌的发生概率越来越高。 这类癌症在早期会出现吞咽困难迟缓的症状, 吃东西的时候总是会表现出滞留感, 而且症状总是反反复复出现, 一次比一次严重。 也有一些患者即便是在吞咽口水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胸骨疼痛。 在未进食的情况下, 总觉得食管内有异物。 第三, 肝癌。 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因此在早期并没有太过明显的症状表现。 但是如果本来就有肝炎或者肝硬化的人, 突然出现右上肤疼痛、 食欲减退、 消化不良等症状, 一定要引起重视。 第四, 直肠癌。 近些年来直肠癌的出现概率越来越大, 这些跟不良的生活习惯有极大的关系。 如果三十岁以上的人群突然出现腹部不适, 隐隐作痛以及腹胀的现象, 台变习惯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甚至经常在便秘跟腹泻之间交替。 情况严重的还会出现大便带血的现象, 这些一旦出现就需要考虑直肠癌。 跑步可以预防癌症吗? 对于不同癌症而言, 其表现出的症状有一定差异。 当然不管是哪个部位出现不正常反应, 都需要引起重视并积极进行治疗。 不过, 癌症虽然难治, 但如果能及时做好预防就更好了。 多位学者曾表示, 跑步可以预防癌症, 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首先, 改善情绪。 人在跑步的时候会释放让人体产生越快的物质, 因此很多人释放压力会选择跑步的方式, 可以缓解不良情绪。 其次, 促进血液循环。 跑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可以帮助增强人体抵抗力。 这样一旦癌细胞出现就会被消灭, 再次出汗排毒。 人在跑步的时候经常会表现出排汗的现象, 而在排汗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将身体内的有害物质排泄出去, 减少细胞癌变的可能。